好 網路上有一些反駁說 他說這個事實上的慈濟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 我們應該把這個焦點 放到這個地方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這個劉備曾經告訴他的兒子 劉纏說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惡小而為之 這是一馬歸一馬 馬英九跟馬小九 這是兩馬之事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說 我們來看看 剛才我們也回應了嘛 我們說這個山口組 日本最大黑道組織 山口組在板神地震的時候 震災不落人後 但是這是兩馬之事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 因為我們一陣子討論之後 就很多網友在網路上 開始做了不同的討論 特別開始有一些網友 他們就近來開始反駁 替慈濟來等於說是 回復一些問題 包括了一個法蘭茨的總經理 也跳出來 有關於壓克力佛像 要下33萬引發的爭議 法蘭茨做了一個澄清 說這種精雕不是一般的壓克力 這個淚水晶是美國杜邦的一種發明 是防彈玻璃的一種科技 這項技術 法蘭茨在2000年 斥資千萬買下美國一個公司 專利而取得 那麼當時全球只有兩三家公司 有這個技術 所以他們說這個精雕 從專利製作設備等等過程 就是要如此的昂貴 好 為了這個問題 我請教了我們福人社裡面 一個做這種專門藝術品的人 他跟我回答五個字 第一次聽到 好 那到底是誰對誰的說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來看 在網路上有網友就開始為 這個法蘭茨的說法去背書 就出現了這個東西 他說這邊有一個這樣的雕像 那這個東西它事實上 差不多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那個佛像佛陀像 或者是釋昭會像 或者是聖言法師 正言法師像 我們不知道 大概是材質 差不多是它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體積 那就有人說你看 這個樣子呢 它就已經賣了多少錢 兩千四百美金也就是說它是七萬塊台幣 所以說這是合理的啊 好 問題是說 好 我們接下來看它是誰的作品呢 它是著名的雕刻家 Federal Heart的作品啊 那你看看Federal Heart是誰呢 它是華盛頓國家大教堂的雕塑 都是它做的 人家是大師啊 而且它在1999年過世 所以它的東西是被很多人來珍藏的 那這個邏輯就是說 因為呢 這個張大謙呢 它有這個潑墨荷花 上次不是在立法院嗎 被人家這個說 喔 被搶救回來 避免這個太陽花的人去破壞它 說那個潑墨荷花值三千萬 於是我彭文正就說呢 好 我去買一樣的宣紙 一樣的墨 然後呢 同樣材質喔 我也來做個潑墨荷花 然後你看張大謙賣三千萬 所以我賣兩千九百萬 這樣合理吧 就這樣的邏輯 對不對 合理嗎 怎麼大家都冷掉了嘛 我覺得說這個宇宙大絕者 這個部分啊 其實在網路上 就有很多的說法 但是慈濟一開始的說法 就馬上被打臉 就是說 他說宇宙大絕者 就是佛陀的化身 可是事實上 佛陀就是大絕者 沒有宇宙大絕者 那很多佛學專家也說 就是宇宙大絕者 是慈濟自創的 那後來慈濟又說 這個佛陀 為什麼是做的瘦瘦 不像正眼 他們也否認 這個佛陀就是正眼 那他就說 因為佛陀沿街行波 所以就會越來越瘦 可是這個也被世昭會打臉 因為世昭會 就曾經在網路上 就是說 這個宇宙大絕者 就是因為弟子們 認為在2013年 他在臉書上就發表說 因為弟子們認為 總有一天會失去他 所以覺得深深不捨 因此把宇宙大絕者的圣像 塑造成類似他的模樣 那到底這個賣三十三萬 有沒有這個價值呢 其實我當然覺得說 如果就信眾的心理 他覺得說 我買了這尊雕像 可能心靈上有所寄託或是什麼 可能價值不是這麼重要 可是問題是 如果今天你的說法是 一再的被駁斥 或者是說 被證實是一個謊言的時候 會讓人覺得是不是欲蓋彌彰 就是說原本你只是一個做善事慈善團體 可是你去賣了這個雕像之後 你又一開始說這個 有宇宙大絕者說佛陀 後來又說不是正言 可是你到處去問 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人就是正言的時候 我覺得當然是自打嘴巴 再加上說其實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大愛電視台 就曾經有這個YouTube的影片 當然我現在沒有辦法播放 但在這個影片裡面 竟然在推銷這樣的一個雕像 這個叫做什麼 宇宙大絕者的金雕 他就有一個馬來西亞的志工 他就說他在玉佛典禮上 第一次看到了宇宙大絕者 因此心生歡喜 就很想擁有 可是呢 女孩笑場 可是就認為說 這是一個非賣品 所以沒有買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是可以買的 心裡面非常的興奮又感動 那六十八歲的這個羅貴群師姐 在菜市場擺攤賣布料 收入非常的微薄 但是衣食無憂 因此為了完成他的夢想 他每一年每一年的存錢 存到了第五年的時候 突然聽到說 琉璃佛可以請回家 就好像中了彩票一樣的興奮 妳毫無笑點 然後他就很高興又很感動 就認為說 原來買宇宙大絕者不再是夢 把佛請回家 不再是有錢人的專利 而是一份有虔誠的愛心 就可以把他帶回家了 可是那個對於信眾來說 其實我覺得 信眾其實不管33萬或330萬 他們心裡面覺得 那個是他的期待 一種安慰 他買了那個 他其實可以獲得一些信仰平靜 我倒覺得他要訂多少價錢 我其實沒有太大的意見 賣330萬也OK 只是當你持續在 不斷的賣東西的時候 譬如說他一尊33萬 他不然要賣了多少個 然後他不只賣這個東西 他其實也賣茶葉 賣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所有這些盈利行為 所獲得的收入 都這個部分 他應該算是一個上限行為吧 他就算是一個慈善軟體 可是這些買賣難道不需要 繳稅嗎 這給了我們一個啟示 我們在座10個人 他這個才是應該要公布的 我們每個人拿100萬出來 那我們就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 然後順便宣揚某一種道理 然後我們就開始開咖啡廳 然後開始去做這個其他的買賣 然後做茶葉 然後有汪潔明加持過的茶葉 然後有高嘉瑜他的這個 標像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賣 然後這些錢通通都不需要 經過稅法 也不需要經過稅查 那某種程度起來就是說 他這一切都是慈善 這樣子 欸不錯啊 這個 彭P 你中間露了一個 很重要的過程 要先造神 要先有神 有啊 有啊 結神啊 結神跟彭神 要先有神 這些才能獲利 OK 我同意時期的看法 就是說站在一個宗教信仰的前提之下 那這些信眾 你願意花多少錢去請這一尊 其實一般來講 對於神像不能用買 因為神像是無價的 他是不能買的 那你要把他請回家去供奉 你要花330萬 3300萬 我都沒意見 但是我覺得那個前提是 你不能有欺騙的成分在裡面 宇宙大抉擇這個神像 他是在御佛節 我們知道御佛節是怎麼來的 御佛節其實原本就是 那天是紀念釋迦摩迦佛 就是所謂的佛頭 那可是從世昭會自己的臉書裡面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宇宙大抉擇 他的法像並不是依照佛陀去雕塑出來的 他看起來比較像 會隨著時代跟地獄而改變佛陀的時像 其實以我粗淺的對佛教的認知 我看過很多的佛陀的法像 那以中國的歷史來講 在不同的朝代會有不同的造型跟胖瘦 比如說在這個後洲或五代十國的時候 他是比較胖一點 唐朝會比較圓潤一點 然後有些時候會稍微瘦一點 但是長相不會變 也許有一些是有 我還看過劉鬍子的釋迦摩尼像 唐朝是 對 那長相不會變 胖瘦也許會有差別 因為可能跟那個時代人的審美觀念 有一點關係 但是長相不會變 那你如果說你叫我認定說 這一尊宇宙大抉擇的法像就是佛陀的話 說實在跟我所認識的是完全不一樣 那其實金雕的部分也很容易查證 台灣的社會很多專家 因為法蘭茨總經理把那個杜邦科技的專利 然後這個金雕的講得非常的詳細 我相信過兩天可能就會有 這方面的專家來告訴我們 因為說實在我對這個完全外行 我也沒聽過金雕 在昨天之前 我從來沒有聽過金雕這個名詞 那我相信台灣有很多的專業人士 可以告訴我們 第一 世界上有沒有金雕 這樣的化學材質 那我告訴過你看真金縣市P 可以長知識嗎 對 真的 真的可以長知識 那他網路上是說 他的金雕是一個淚水晶 那我們就去找說到底什麼是淚水晶 然後說作品是使用這個Lucid 為主要的材質 後來我們就去找到生產這個Lucid 他是說杜邦子公司 結果上了這個公司的網站去查 他就想說這Lucid International 是Global leader in the design 然後主要就是做這個什麼呢 壓克力 所以說這個東西 奇怪 你念英文就不會笑彩 因為網友都認為說 這樣的一個所謂淚水晶 告訴信眾說這是一個水晶的東西 可是其實說穿了 它的材質其實就是壓克力 那壓克力的成本 當然大家都知道其實是 當然這個東西可能是無價 因為它經過瓷季的這個標桌 然後經過這個工藝品等等 可是當它大量生產 而它的成本可能只要三四萬 但是它可以對外銷售 不是銷售 就是對外這個 要怎麼講 反正銷售 它是銷售 沒錯 事實上它就是銷售 三十三萬的時候 就會讓人覺得說 那這中間是不是有獲利空間 那製造的廠商它有沒有在盈利 銷售廠商有沒有在盈利 那這個錢最後又怎麼回歸到 慈善事業身上 那到底說瓷季這個團體 有沒有變質呢 我覺得是大家想要去討論 就是從善為初中開始出發的時候 當它開始去賣這些雕像 用大愛新聞來 push說 這個東西是大家都想要 然後花三十三萬就可以 請購回家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要問說 那到底慈濟是變成什麼樣 如果說當你把這個宇宙大絕者 又塑造成為正言法師的形象的時候 而據我們了解就是說 其實很多慈濟的信眾 去看正言法師的時候 是要五體投地對它下跪的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過去 大家可能會對神 對佛像去膜拜 可是對人膜拜這件事情 在宗教裡面 是把這個人視為是神嗎 還是說就是對正言的一個崇敬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慈濟的信眾 我去見正言法師的時候 我要不要對它 五體投地的下跪 妳根本見不到 妳在門口就被趕走了 妳還想見他 因為據我了解 就是說有個媒體人 就黃光琴 我跟他一起上節目 他講說他其實在擔任記者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的機會去採訪正言法師 結果沒想到他們這些去採訪的記者 也要對他同樣的是下跪五體投地 那他當然就會內心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也要這樣子來下跪 那再包括說其實他也有提到說 當時有人制證這個益金電視 上就是價值不菲的益金電視給法師 那結果沒想到上人就是也直接就收了 也沒有說要給一些捐給貧苦的人 那當然他們會覺得說這樣子有沒有變質 可是在話說來說 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慈濟的龍董制度的時候 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當這個慈善團體 他要 因為我們說董事長是正言 可是他的董事或其他人是誰 可是你既然有一個龍董制度 這是在慈濟的網站上 慈濟基金會網站說 我們現在慈濟有一個龍董 擔任龍董的條件就是 一年內捐款滿台幣一百萬 由佛教慈濟基金會 能夠永續地行善 可是如果這些問題沒有處理好的話 我們真的很擔心說 有一天這些善款或是被有心人士去利用 或者是說當大家開始質疑的時候 善款不再像過去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對於慈濟也會產生影響 對 慈濟也你比較晚加入我們 我看到你的臉上有些髮喜 你來跟我們評評理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會有一些排擠的效用 現在其實影響最大的是誰 是安利 我拿這個漫畫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後來安利才發現說 他們的這個一些在做直銷上的手法 那可能跟慈濟比起來有點遜 這裡就在講 這不是我講的 因為我媽媽一直跟我交代說 你上電視一定不要罵實際 從小都有捐錢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所以才遇到這個壓克力 這邊 這裡說 先別管安利了 你聽過宇宙大抉擇嗎 這邊 這漫畫講到 說現在加入會員 只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元 而且還可以變成某某階級的 到時候進山鑽石 鑽石級的會員就可以月入十幾萬 這個還不厲害 現在有一招 先別管這個了 你聽過什麼懂嗎 只要捐個百萬就可以獲得此頭銜 另外這尊宇宙某某者也只要功德價 三十三萬就可以輕鬆的帶回家 所以現在這個在外面說 安利有一點混不下去了 好 混不下去的還很多 我們也快混不下去了 我們儘管幹嘛回來 我們可以見到